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侮辱了他们的宗教 他们宗教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灌顶 男女双修等等 所以遭到了西藏学生的抗议 所以这篇小说就被禁了 所以文学作品在中国 民族的问题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凭什么讲 不管是凭毛的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 五个一共产奖 第一关要过的就是宗教问题 我们凭讲 很多委员中都有宗教问题的专家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有被触犯宗教政策 引起这个民族矛盾 这可是大事 所以大家说 共产党不尊重少数民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这个我要为贵党说几句话 这个贵党 确确实实实是非常非常尊重 少数民族的政策 那么过去呢不要讲了 过去毛泽东的时代 那我不敢说 毛泽东虽然也说这个 尊重民族政策 肯定他有很多过火的地方 有很多不正常的 因为毛泽东对汉族也一样 他对汉族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是不是 那对少数民族 他都采取了那种方式 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改革开放 随着这个共产党执政未明啊 是吧 他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对少数民族 他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所以这篇小说就被禁了 马建后来好多年还不允许 不允许回国 但是他后来可能又有他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那么这本刊物呢 当时主要是因为这篇小说的影响大 然后呢 这篇小说被炒到那么高的价格 主要是因为这篇小说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那个年代能不能对这些的 说白了哈 对这种性描写 是怀着多大的一种兴趣 这就是非常奇怪 非常不正常 这一切也是因为文化压抑所致 是吧 文化压抑所致 那么现在看起来当然没什么 那里面的描写 其实是非常含蓄 现在看起来非常含蓄啊 这和这个70后80后写的小说相比 差距很大 但是呢 有一批的小说 反倒没有引起大的重视 你像这个孙甘露的《我是少年就坛子》 他这篇小说 整篇就是用抒期的方式来写小说 完全是诗句一样的 诗意的一种表现 《我是少年就坛子》 那么还有北春的邪政 北春的邪政呢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青年的 他到一个单位 所经受的那样一种 那样一种困境 就是和单位的各个部落 他要写的是个人和社会和单位和集体的那种疏离感 但是这里面他要表达的是一种个人非常复杂的心理意识 同时小说的描写和表现 像比如说他背着他那个包 站在那个地方 有一种往前俯冲的感觉 比如说他描写的这种细节 都和过去的小说不太一样 过去小说不会去注重这种怪异的感觉 怪异的存在的那种方式 像这些小说 他表现的都是非常强烈的那样一种语言的一种意识 同时呢是一种荒诞感 那么同时还有像姚飞的红咒提 《月灵的板碗》 但是姚飞和月灵后来都没有作品 叶鼠铭的《环石空城》 《杨真光的土生》 那么这几篇小说显著特别呢 我说它们是故事情节淡化或趋于荒诞 这些故事情节过去的故事 当然小说都要有一个完整的 合理合情合理的这种故事 但在这些小说中它都是追求荒诞感 那么第二个呢是凡小说的讲书 与作用语言的句话 那么第三呢是一个现代语言 那么现代语言呢 是小说是通过一种语言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和一种反讽 那么甚至呢 会做一个民族的历史存在的一种语言 对马剑的那篇小说 某理在来说 是不是要从语言性的角度去理解它 那这点大家还可以去讨论 但是确实它这篇小说是写出一种民族的生存的极端的一种状况 而这些状况都是超出我们过去的那种常规的经验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的小说 美学规范我们是提倡日常性 是吧 我们提倡合乎逻辑 合乎经验 就在我们的经验中能够得到解释 在我们政治的逻辑中能够得到解释 一个是政治的逻辑 第二个是我们生活的经验逻辑 是吧 在这样子中得到解释 但是这些作品呢 它已经都在政治逻辑和经验的逻辑中都得不到解释 都是怪异的或者荒诞的在这个方面来展开 所以可以看到小说是往这方面去表现 那么更加这个引起大的一种震动的 我觉得是87年底收获第五期第六期摆出一个新风派的震动 那么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比年初的那些作品呢 我认为是要更加诚实 也更加纯粹 更加纯粹是指的在语言的表达的方式上 在叙述的形式上 就是说那些作品呢 它还有很明显的现代主义的观念 你像叶鼠宁的《环石和空城》这些作品 像北城的《邪正》 它有比较强的 关于现代主义的那种荒诞也好 虚无也好 有那种感觉 但这些作品呢 已经是一个更加丰富的 语言整体化的一种叙事的方式了 特别令人引起人们惊讶的 就是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突然间以这么强调 语言感觉的方式来写小说 过去在现实主义的语言中 它最终是明细性 最终是白描 白描手法之非 我可以认为是最高的 最简 最清晰 最明白 这种小说 因为我们会把小说 语言看成是一个透明的工具 语言是为了传达现实的信息 是为了反映那个现实 现实有优先性 生活有优先性 而语言只是一个承载的工具 那么像那种 回到文学本身是什么 就回到语言了 我可以不反映现实 现实没有优先性 现实只是最多充其量 存在我文本的反映中而已 那么今天这种观念 已经变成一个常识了 但在八十年的后期 并非如此 那这些作品 它才是革命性的 它才强有力的 把文学面向现实 转向面向文本的课论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苏同的小说 苏同小说 我相信在座的都很熟悉 是吧 1934年的逃亡 大家可以 应该说读过吧 你们不能说 再也不能说没读过 即使没读过也不能说 那么这点呢还是 这个小说呢 当时也是以主体性 主观性非常强的那种叙述方式 可以看到 莫言的小说 洪高尔上是 我爷爷我奶奶 是吧 苏同这个小说 是 祖父祖母 我祖母 我祖父 那么他写 1934年的逃亡 那么这篇小说 其实呢 我们在当时的讨论中 已经引起我们关注的 是那种语言的 非常狂热的一种表达 由于这篇语言呢 这种语言它调动的词汇 和过去的小说完全不一样 过去有的我们的小说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 《伤痕》 《改革》 《知青》 《寻根》 《现代主义》 那么这些小说 它调动的词汇 都还是在现实的经验中 来反映的 所以这些词汇 还具有现实的可化原性 但在这篇小说中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调动的词汇 具有很强的 重新建构一种历史的能力 但是 实际上那个时候 说一句老实话 就我本来在论出 这些小说的时候 当时更多的关注 它的语言和形式 其实它这些语言和形式 对于隐含的这些概念 这些词汇 所具有的 重建历史的那种力量 还是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你可以看到 我这里说到 历史农村都市 深知革命生活等等 其实依然可以透过 这种华丽的语言的外表 我们可以看到 小说中所书写的 那个时代 乡村与城市的一种对立 那在这种对立中 我们可以看到 深知与革命的一种关系 深知与革命 是吧 农村的 农民的那种 对土地的 那种态度 和对地主阶级的 那种态度 那么地主阶级 对农民的那种压迫 对农民压迫在这里 采取那种性的方式 它有一个足舞讲世 是吧 它小说中写 我是举一个例子像 足舞讲世 在分娩的时候 在那个土地上 像一株燃烧的野菊花 他写它 燃烧的野菊花 其实女性分娩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但是在野地里面深知 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这个时候 地主陈文志站在这个楼上 拿一个望远镜 再看着它 想说比如他写这种 那么在这里当然 这是一种非常象征的 甚至是一个抒情性很强的一种描写 但是在这种表现当中 它是以另一种方式 来重新书写 阶级那种对立 阶级那种压迫 这种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压迫 它是采取一种性侵犯的方式 那么像地主陈文志 他一直不能深知 所以在苏彤的小楼中 他一直在思考一个深知的问题 深知的问题 而这个深知的问题本身 是包含着他对阶级的一种重新的 一种理解 所以顾斌呢 他读不懂这个 他说苏彤就是一个在世界的范围里面 对经验和对分辨感兴趣的作家 我觉得这一点呢 完全不能够理解我们一个强大的阶级的一种背景 阶级斗人背景 如何被他改变为 从一个深知的这样一个意义去理解地主阶级的衰败 就这种衰败是一个苏命的 而且这种理解和叙述 叙事 它是包含着对地主阶级的那种苏命论式的一种叙述 比如说 后面我们谈到的因素之家 因素和这个构成的关系 那么小说这里面也是 一个非常惊人的一种细节 就是陈文志他家客厅的暗盘上 放了一个瓷坛 放了一个瓷的那个 大家现在都看青花瓷品 是吧 那个拍卖 那么王甘拍卖 是吧 那个真的假的 他攒一锤子 有的是好几百万 那么他呢 里面就把一些这个小孩的那种 哎呀 我这样说不好 不合适啊 这个 这些小孩 他其实表达了 他对地主阶级的这样一个衰败的 他们丧失了生智能力 再也丧失了 延续下去的那种能力的一种理解 这是苏童对地主阶级他的一种表现 他们宿命论的一种表现 所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他 那么这些小说 我说呢 也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华丽 和那种抒情性 描写性非常强的那种方式 是吧 他依然有一种什么 依然有他对历史的那样一种预言性的 象征性的一种表现 像他里面写到他的父亲狗仔 是吧 耸着肩 那么从 在八月的月光下 从乡村 逃往城市 城市是腐败的 糜烂的 那种长松 这边都充满了对乡村与城市 对于在中国现代的早期 那样建立的那种 那种关系 最终 如果说大家结合起 毛泽东所写的第一次国内土地革命 第二次国内土地革命 像这些的历史背景 你也依然可以看到 它有一种可还原的历史在背后 当然很 同时有一些 一系列的作家 是吧 一系列的作家 不只是 非常敬意的 他最早发表于北京文学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写出一个少年的和外部世界的那种陌生感 然后如何在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感觉当中去回到他的一种内心 但是呢 于华的四月三个世界可以看到语言的更极端的那种表现 所以读于华的小说 你会发现这个语言和这个世界发生一种关系 过去我们这个语言和这个世界是没有发生关系 大家怎么理解我的这样一个解释呢 我们的语言是直接的 我一说这个话 你就知道外面有一个世界 我们读创原史 我们读到的 浮现出来的 语言所建构的形象 就是那个历史的形象 历史的表象 你通过语言的透明性 语言是透明的 我们可以毫无障碍地穿过这个语言 来进入到这个世界 但是读于华的小说 你发现这个语言和这个世界有一个过渡 有一个灵界状态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的这个书里面 有对这个做出一种解释 他不能确定 我小日中的冷物 我所面对的世界 4月3日也是一个少年 在他18岁的时候 他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一片热烈的黄色 哦 那是阳光 这个描写意味着什么呢 本来我们看到黄色外面 我们就知道是阳光嘛 是不是 他要思考 他要经过一个变形 就看到黄色 热烈的黄色 哦 那是阳光 就是对外国世界的真实性和确实性 他要经过一个怀疑的阶段 他要经过一个确认的阶段 他不再 只有说那个外国世界进入我的内心 在我的全部的感受当中 这个世界呢 才是存在的 它才是真实的 他要如此顽强的把我和这个世界 内在化的联系在一起 这个世界是我的内在的经验 我觉得这是这样一个先锋小说 他对一种人的个人自我的生存经验的一种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外国世界如何要成为我的内在的经验 那么我开始对这个东西也不太理解 我说余华你说这个外国世界的存在是不真实的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那一下余华还不是大师 那一下还会去我那里玩 我那个时候在这个西巴尖法 西巴尖法呢 他有一次呢就到我呢 到我呢 坐在我那个窗前 他说 什么叫做真实 什么叫做不真实 他跟我解释 他说我那个窗户 对面有一栋楼 有一个阳台 他说对于我来说 这个阳台是不真实的 我说怎么不真实呢 那不是就在那吧 他说这个阳台 对于我来说 如果说上面有一个少女 从阳台上跳下来 摔在水泥地上 是吧 那地上有鲜血 他说这个才是真实的 我一听这个毛骨手呢 他这个对这个 这个我后来 我才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说 必须是作家要写作的东西 他的真实的世界 是和他的生命 和他的心灵的冲击 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个 对他的生命 对他的心灵 构成一个震撼的 那么一个物理的世界 他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他没有必要 没有理由去描写那个阳台 那个阳台 对于他 他可以忽略 他有他的一个世界 那么作家的世界 在他中呈现的这一切 都是对他的冷漠 或者对他往生 构成的一种冲击 留下一种生命的痕迹 他要书写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作家 所以这个时代 这个时期 这些作家 他对外部世界 他采取了另外的一种 表达的一种方式 外部世界对于他来说 他企图用一种 他维学的语言 重新去建构他的世界 而外在的客观世界 并不是唯一的决定的 而是语言 才能决定 维学自身的一种证实 所以这一点 是 是他们这代作家 所做的一种努力 是他们的 书写的一种特点 那么这个小柔写到这个少年 是吧 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 是吧 然后他就说他上楼 他摸了一个冰冷的 巨尺般的东西 他 哦 那是一把钥匙 象征着18岁的他未来的命运 弯弯曲曲的命运 是吧 就我们手伸到口袋里 一摸到钥匙 我们知道这就是钥匙 这为什么还要想一想 是吧 他的文物都处在一个 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一种怀疑 幽疑 他也写出18岁的少年 17、18岁的少年 他那种 对世界充满了一种疑虑 恐惧 恐怖 试图进入又试图逃避的 那种行李 试图反抗 这个外部的世界 对他构成一个强大的 一种压暴感 所以他写的是那种 当然大家会说 这有点神经之道 这不太正常 是吧 有时候文学的经验 他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经验之外 他再去拉扯开 撕扯开一个世界 当然 某种意识来说 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 清楚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枯竭和单从价值的意义上去对它评判 但是 我们本身会为他思想开的这种世界 这种存在 会感到一种惊讶 于华呢 他本身呢 是 我们后来一直追究 就是说 于华这个小说 你看写了很多 非常残酷的东西 是吧 1986年 他写一个疯子 这个疯子呢 他有一个爱好 字枪 是吧 他在自己拿一把刀 拿一把锯子 开始是割自己的身上 然后锯自己的身上 他这个小说是写什么呢 一个历史学的 历史的教师 中学的一个历史老师 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正坐在床上洗脚 结果冲进了工卫兵 把他这个拉走了 拉走了 他就一直处于一种失忆的一种状态 他后来就变疯了 因为他关在一个楼里面 他就看到那里被吊死了 等等 这些细节不是我说的这么 随着时间的这种关系来展开的 是他的一种叙述 大家看过了就知道 这个小说看过吗 这个看过啊 我现在还几乎都要 顽强地承认你们看过啊 这个 它是一种在恍恍惚惚的 这样一个虚幻的一种状态中去表现 那么这个小说其实确实是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去读他的时候 还是感到他有他过分含混的地方 我觉得在艺术上有他处理的不成熟的地方 所以因为他出现了两对的母女 那么那两对的母女余妮 就他文本本身除非余化自己去解释 我们就文本本身很难辨析 那是不同的人还是相同的人 那么他看到这个 就是有一对母女 然后这个 当然街上走着一个疯子 现在走着一个疯子 走着一个疯子呢 他就追着一个女孩 叫他 叫他女儿 那么 那么 其实呢 那个母亲呢 认出了街上的一个疯子 就是她的历史 就是她的前夫 就是历史学的老师 但是呢 文革后 她又结婚了 因为文革后呢 很多人都平反 死的死 也都有确切的消息 那么 活着的跑回来了 也就跑回来了 但是她的老公一直没有音讯 那么她就跟别人结婚了 跟别人结婚了之后 结果 有一天在那个街上看到一个疯子 这一看 这个疯子在她那个街上外面徘徊 这她一看 这不就麻烦了 一看 老婆肯定认识老公了 不管她怎么 怎么变的什么样 然后她就关起门来 叫女儿 不要出去 等等 比如有这些细节 当然这个疯子就一直在街角那个地方 在那垃圾堆那个地方 那些地方徘徊 然后阳光呢 照在这个疯子的身上 疯子呢 就 拿着刀 锯子 去搁身上 搁着血泥冰的 当然疯子呢 在这边 她并没有一种意识 并没有一种意识 其实这个疯子 等于是说被遗弃了 被一个家 家庭的利益 是吧 大家会觉得 任何一种背叛 任何一种仪器 都没有家的仪器 那么惨痛 是吧 就是 因为小时候不断的里边 反复的 疯子 微想起 她当中学 她 她 第一次认识那个 妻子 输了一根长辫 输了一根长辫 输了一根长辫的景象 非常美妙的景象 输了长辫 当然 小时候也没有百分之百个明确的表示 那个疯子就是她的丈夫 也没有 但是这里边肯定是有一种相似性 或者说有一种隐喻的方式而存在 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这个历史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被人们遗弃了 我们过去的那种 罪恶也好 过去的痛苦也好 就像这个疯子一样 被人遗弃在这个角落 但是呢 疯子是存在的 疯子她会自呛 她会拿着那个句子 去聚她的身上 血淋淋的 让你不断去想起 那个历史的惨痛 历史的悲剧 她是以这种方式来书写 当然这一类的故事 好像在二战 二战的电影有一些 我现在也忘了 这一点有很多 是吧 这个 就是去打仗了 都说郑王了 然后这边结婚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战场上 郑王的丈夫回来了 这个是 这个是 应该说二战时期 有很多这种故事 我一直 也记不太清楚哈 当然也看那个 帕布克的我的名字叫洪 是吧 里面也是他的丈夫郑王了 但郑王三年 如果没有音讯的话 就可以当做他死亡 但是他还没有到三年 那么 黑一顿要跟他结婚 那么他一直 觉得不能不能跟他结婚 这些都是因为战争 因为某种劫难 给人类造成了一种创统 这种创统 他是通过家庭伦理 通过爱 通过这些的崩溃 对这些的侵犯 对这些的伤害 来描写人类的痛楚 所以 所以这个疯子最后 在那天早上的阳光下 他就把自己的腿也锯了 把身体都锯了 然后他 阴阴一气 也可能没有完全死 可能也冻死了 早上就被人扔到一个板车上 扔到一个板车上 那么就拉走了 但是结果 两个女孩子 还依然走到那个大街上 再讲着 又跑出一个疯子 他们两个有说有笑 阳光照在那个路上 当然这些 确实写出我们 生命生活的 一种悲惨的一种境遇 这种事 不管它是 发生在谁的身上 你都很难去正视它 你都很难去正视它 在那种年代 我们确实对历史强加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我们中国人 它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 我们的文学必然 它要去表现历史 它不是各种的问题 所以比如说西方的小说 我是西方小说 它发展的一套方法 它是向内造 它回到内心 它自己内心有问题 所以为什么它的小说 要大量地写这种通奸呢 是吧 它是内心的需要 它没有能要求你去通奸 是吧 没有说 克林顿总统说 你看我都乱来 我跟来的司机 你们都必须这样乱来 是吧 不这样乱来 就不是合法的美国公民 它没有这样要求 是吧 但是 它都是内心有问题 是吧 内心有问题 那么 它就不断地去写这样一种问题 比如像酷切的齿 酷切的齿 大家看看吧 就获得奥巴尔家吧